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切片 切片就可以了 然后我今天的食材还有一个青木瓜 青木瓜它就是我刚讲的高钙 以及含月酸的一个食物 同时它对女生来讲 又有通乳 以及这个预防情绪压抑的效果 人家说到那个什么 发育之前 还是正在发育的时候 青木瓜 我们现在已经没用了 不会的 青木瓜 但现在的功能又不再帮你发育 是为了固卵草 对 宜佩 我有帮你最爱的姜 多放一点 听起来我们就把锅子 就是先把它火打开 然后我们下一点点 一点点的花生油 大概一小汤匙 花生油会不会 比如说每一种菜味 花生油会上火还是什么 花生油它其实不要炒 就是麻油它上火的机会比较大 可是花生油还好 花生油还好对 我们放一点点花生油 然后就开始炒我们的姜 姜 来了 因为姜其实它是和味 而且这个姜稀素跟姜辣素 可以改善我们的疲劳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平常比方说久住 或是工作疲劳的时候 可以来多吃一点这种东西 OK 接下来我们就要放入我们的松板肉 因为它的油脂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的油就不用放太多 你看看它这个油脂真的是很漂亮 很漂亮 就是油花很漂亮 对 我们会把 因为这个肉一定要吃全熟 所以我们会把肉整个煎熟 当然 对 但是如果除了松板出肉以外 其他用鸡肉 用什么东西 都可以 所以它到底顾好卵巢的是哪要 新木瓜跟姜 然后这边还有锅器跟红枣 也是酵的 那这些都还不下 这些都还不下 因为它要好吃 其实它的 啪薄就是 它一定不可以太早下 不然像新木瓜的这个 木瓜酵素 或它的有效成分 它就会被煮掉 然后工夫的维他命C 也都不见了 失去我们要的效果 了解 那这些处于脂溶性的维他命 我们都是鲜下 包括这个姜里面的成分 或是猪肉的成分 都是可以久煮的 对 其实这个肉 稍微 经营下的目的是 让这个汤可以保留这个肉的香气 所以它就非常的简单 因为一般在料理很多妈妈 很少会用花生油来做料理 对 真的没有 很少 花生油它其实抗发炎的效果很好 抗发炎 现在肉均熟之后 我们就把热水加进去 煮成一个汤 对 我们会加一点水 好 那这样子如果是汤 还要再继续煮 那个肉大概是七分熟就够了 其实 对 一般煎大概七分熟 因为它非常的 像它滚了 就是我们一定要先把肉炒熟 然后汤滚之后 这个时候才下我们的青木瓜 青木瓜来了 我如果真的要一锅搞定 我也放一些什么青蒸菇 或什么也OK 一定可以的 这样汤也会更香 不过它这样配起来的时候 好吃 对 就颜色很漂亮 然后又非常的简单 那我们要就是让它滚 滚的时候 就把其他全部放进去 不是 水这么少 因为这样子汤才会甜 其实水不要多 而且青木瓜它还会出水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 让它稍微滚一下 就够了 大概十分钟滚之后 盖着在门十分钟就可以吃了 就可以了 好 来 请上盖 好 香不香 好香 对不对 它的汤头超浓的 超浓的 为什么会这么浓 就是 有点没有加盐 刚才没加盐 有没有加盐 有加盐吗 不用加盐 因为我们女生保养卵巢 一定不可以吃太咸 这样子的味道就刚好 因为其实肉会有咸味 然后水一定不要多 这样汤才会咸味 就浓 油脂也够 对 而且不要吃隔夜的 当餐把它吃完 不要吃隔夜啊 好喝喔 好喝喔